试求这个三阶行列式的值 好,那我们这里呢要直接展开 所以我们呢可以把第一行跟第二行呢 直接再写一遍 所以我们把7、6、13、还有8、-1跟7呢再写一次 好,那接着呢就是往右下的呢 乘起来之后前面是加的 往右上的乘起来之后前面要再加一个负号 好,所以我们可以来看 7乘上负1乘上11 所以是负77 好,那再来呢再加上8乘2再乘上13 好,8乘2乘13是多少 8乘26 好,8648 826 所以208 加上208 好,然后再来这里呢 9乘6乘7 好,6742再乘上9 好,所以是378 好,那再来呢 往右上是减的 所以我们要减掉多少 减掉13乘上负1再乘上9 好,那这边有一个负1呢嘛 所以负负会得正 好,所以我们只是要算13乘9 好,所以是117 好,那再来呢 减掉7乘2乘7 好,所以7749再乘上2呢 所以就是减掉98 好,最后一个 11乘上6乘上8 8648乘上11 所以是等于528 所以减掉528 好,那我们呢 把它全部加加减减 好,那在这边 208加上378 这样是多少 586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加上117 所以是703 好,那减的部分呢 减77 再减98 再减掉528 好,那我们把它加起来 好,77加上98 是175 好,所以我们全部加起来之后呢 等于703 所以相减之后 我们的答案就是等于0 好,那在这地方呢 除了直接展开之外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做降接 或者呢 是利用行列式的性质 把某一行 乘上n倍之后 加到另外一行去 那它这样的数字呢 就会变得会更好算了